随着旅游行业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国人都喜欢上了出境游 想开放出境旅游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去到自己想去的国家 有人喜欢去到购物方便的欧美国家 也有人喜欢去到具有冒险意识的非洲国家 而在南美洲地区却有这样一个地方 最是令人向往的 它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区 这个地区的森林覆盖面积 约占据了全球森林覆盖面积的五分之一 再加上这个地区的环境非常的清幽 自然是让人类融入大自然的最好去处 而在亚马逊雨林深处 至今生活着一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 本期小编就跟大家介绍 其中一只最著名的原始部落 这只部落被称之为印第安纯女人部落 它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 所发现的唯一一只女性部落 目前在这只部落里生活近700名女性 这些女性在很小的时候 就接受了部落年长女性的各种训练 大致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战士 无论是在他们外出打猎的时候 还是当负责照料家庭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达到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因为这是一只纯女人部落 按照部落人的态度 他们对男人是非常反感的 因此也拒绝被男人所打扰 为此这只部落是零男人般存在 话说回来既然部落中没有男性 那这些女人又是如何做到繁衍后代的呢 这就是这只纯女人部落的智慧了 当他们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 就会是先观察其他相邻的男性部落 并观察好那些男性是体格是较为强壮的 如果看上了哪个男性 就会有几位带头的女战士 将其掠夺回本部落 由未繁衍过的女战士分配 当他们和男人共处上一段时间以后 等到确认自己已经怀孕了以后 就会将这些男人放回原属于他们的部落 不过纯女人部落的女战士 只是掠夺了男人 并不会伤害他们 他们的目的非常单纯 只是为了让自己怀孕而已 这样的繁衍方式的确是让人惊叹不已 就好像回到了原始社会 那时候的人 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一般就是将其打晕掉然后带到洞穴里 但是你知道吗 当这些女人将孩子成功生下之后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女孩 才会选择将其留在身边抚养长大 把他们也培养成为下一代女战士 但一旦发现这些孩子是男孩的话 就会将他们统一丢到野外任其自生自灭 这样对待孩子的方式 也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不少旅游也觉得这种将孩子丢到野外的行为 是非常残忍的 随着旅游行业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国人